为了让普里镇多条农水路能够得到修缮 普里镇公所在里长以及这名代表的反应之下 透过立法委员争取水保局补助经费 进行农路修缮的工程 希望在公所裁员有限之下 能够透过各级民意代表的争取 让各里的农水路能够更安全 近日里长及代表向公所反应 村里大陆及农路期许拨函的部分 那么我透过公所来汇整 提报的部分有关村里大陆及农路的话 汇整的部分有第一阶段第二阶段第三阶段 总共汇整我们大概报了60件左右 透过政长积极的争取之后 能够改善公所经费不足的情况 那么也能够加费地方的建设 代表会副主席潘英辉表示 因为公所经费有限 虽然埔里镇有许多路段都急需要改善 也肯定公所能够积极寻找裁员 来完成农水路改善的工作 让农民出驻能够更安全 里长来欢迎了 我提出向公所来欢迎 我们来订阅这很多人中心 阿嬷希望给他提报 今天可以来 还要决定要做 我们订阅很清新来现场来看 这是好得很重要 也好得没有 现议员陈怡君 感谢立委财培会 能够帮助地方积极争取经费 改善农水路的情况 相信在未来 普里一些比较不好的农水路 也会一一来完成修缮 让乡亲出入能够更安全 那我想整个南投县是以农立国 那特别在这边 我觉得财培会立委 非常关心我们的农民 我相信透过这些农水路的整治跟整建 然后也能够让他们的种植更有效益 所以在这里要再一次特别感谢财培会立委 对整个我们普里镇农民的一个关心 副议长潘一泉肯定普里镇公所的用心 也希望相关单位 针对急需改善的农水路 能够尽速来改善 保障农民以及用路人出入的安全 记者陈伟一普里采访报道